非农数据触发加密货币上涨 比特币触及7周最高点 花旗公开最新数据 分布式账本技术成主流 web3氛围感手机 能对抗谷歌和苹果吗 区块链培训计划 国家叫你来开小灶 方坠一招致敌 加密采矿业人才储备计划出击 11月7号星期一 币链何在 我是Michael 今天的头条 我们来聊聊美国的非农指数 带来的近期的这一波拉升 什么是美国的非农指数 它是指的城市的户籍就业人口 就业机会和失业人数 这三个标准 所以美国的非农指标 就是指的美国的非农的就业率 美国非农的就业数量 以及失业人口的一个发布的结果 由美国劳工部每个月发布一次 那么这个数据反映的 就是美国的经济的一个趋势 如果数据好 表明经济在好转 如果数据差 表明经济在转坏 而且大家要知道 这些数据是非常难以造假的 所以每次新的非农数据发布之后 都会极大的影响货币市场当中美元的价值 所以在近期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 10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之后 加密货币市场出现了一波上涨的态势 那么究竟是反弹还是反转 在今天上午的会员专属周评当中 我们已经给大家做出了相应的预测 未来这一周我们的压力位和支撑位究竟在哪里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头条 2022年10月 美国失业率从9月份的29个月低点3.5% 上升0.2个百分点至3.7% 失业人数增加30.6万至610万 表明近几个月劳动力市场趋紧 不过加密市场复苏 比特币和以太坊价格分别飙升近4%和5% 其他山寨币包括B&B、XRP、Cardino、Solana等上涨超过5% Polygon在就业报告后录得超过4%的涨幅 对于金融市场而言 解读美国非农数据与通胀和美联储加息路径有关 劳工部报告显示 10月份美国经济增加了26.1万个工作岗位 高于预期的20.5万人 但失业率上升0.2个百分点至3.7% 高于市场预期 经济学家此前预计失业率上升幅度较小 仅为3.6% 美国10月份的非农数据公布之后 加密货币市场是出现一波涨幅 很多人问是不是牛回来了 在我看来并不是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细细来分析这次的非农报告 就会发现其实还是有几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就是劳动力的参与率 从9月份的62.3%下降到了10月份的62.2% 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几个月之内 加入劳动力大军的人数可能会减少 会抑制就业的一个增长 第二我们会看到说企业和所有的员工 对于未来经济前景的预期还是比较悲观和谨慎的 第三呢 美国的建筑商也就是说房地产开发商 目前在加息的状况下处境是非常艰难的 这可能会导致美联储采取不那么激进的措施来进行加息 那目前呢 投资者关注下周的这个CPI的数据究竟会怎么样 所以任何这个放缓通胀的迹象都会导致市场对美联储 鹰派立场趋于缓和的一个迹象 进而可能会打压美债收益率以及美元指数 所以短周期来说呢 对于加密货币来讲肯定是利多的 但是长期来看就还真说不好了 好来看下一条消息 区块链呢 在2008年中本聪写了比特币的白皮书之后呢 就首次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在白皮书当中呢 中本聪是描述了他如何利用这个分布式的账本技术 来创建一个开放的去中心化的抗审查的支付系统 不过讽刺的是到目前 虽然说比特币涨了很多倍 可是这个去中心化的低成本的支付系统 好像并没有在全球广泛和普及 近日呢 花旗银行公布了一组数据 可能会打破大家的这些认知 大家看报道 日前根据花旗的第二份证券服务演进白皮书线时 其分布式账本技术 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中 以及在全球市场参与者中 正变得越来越主流 在接受调查的12个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和来自银行机构投资者的近300名市场参与者中 88%的人表示目前他们都在积极地探索数字资产或DLT 据悉分布式账本是比特币的底层技术 是最早具有广泛商业应用的分布式账本系统之一 DLT的最大好处是记录的信息 可以由多方独立更新 而无需他们进行任何管理 分布式账本技术本身具有跟踪资金转移 管理资产转移和监控支付服务访问的能力 不幸的是尽管分布式的账本技术具有多种的优势 却仍然处于一个初级的阶段 需要探索如何以最佳的方式来采用它 但是毫无疑问 分布式账本的技术对未来 对整个社会金融市场将会造成颠覆性的影响 不管是从能源 航运还是到每一个行业 都将会被它颠覆一遍 好 我们来看下一条消息 目前web3的概念已经是不绝于耳了 对于它的讨论也出现在了各个行业协会 学术组织和媒体平台上 那么围绕着web3的发展 web3的手机这一新鲜事物 也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公链如何推出web3手机 这是一个新鲜的话题 引发了大家非常热烈的讨论 对吧 问题是在哪呢 对于公链来说 本身它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性质 那么web3也就是说 以区块链为基础的 去中心化的新一代互联网 web3手机或者说去中心化手机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又长什么样子 会出现什么样的应用市场呢 和当前的主流手机相比 又会有哪些不同呢 今天我们就带您来 一起来探索一下 索拉娜的web3手机 Saga究竟会长什么样子 索拉娜手机的预生产版本 将于12月15号起交付给开发者 该手机将于2023年初推出 大约3500个以开发人员为中心的套件 已经制造完毕并装箱 在Android的系统之上 索拉娜手机还构建了一个基于Android的加密层 以便让移动用户在移动端 能够无缝体验各类web3应用 自第一层区块链索拉娜宣布 其专注于web3的智能手机Saga以来 已经过去了近四个月 随着手机正式发布日期的临近 计划也发生了转变 相较于交出苹果和谷歌 在应用销售方面的30%的税 专注于web3的手机 将允许内容创作者和平台 向组织和用户启用数字所有权 事实上web3的手机 也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神奇和天马行空 其实和大多数的普通的智能手机 并没有太多外观上的差异 区别在哪呢 在于web3的手机普遍都内置了硬件加密钱包 来保护个人的信息 比如说密码照片 还有你的加密货币的私钥等等 除此之外 这类手机还预装了在公链上运行的Dapp 并且在节点之间传输敏感数据时候 采用了重点加密的保护措施 使用户免受数据泄漏和黑客攻击的影响 这么说来的话 诱惑力还是足足的 全球区块链培训角逐 尼日利亚预建立数字城市 方坠为采矿业培养技术人才 补全人才缺口 自2009年以来 虚拟货币在全球范围内是迅速的兴起 对吧 区块链技术逐渐走进了普通人的视野 目前在鼓励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方面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区块链产业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 以及出台了各种各样的积极鼓励的政策 来鼓励区块链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应用的发展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全球发展区块链的大致情况 尼日利亚国家信息技术发展署表示 已启动一项区块链培训计划 计划将有超过3万人参加 据悉该培训将由国家信息技术发展署负责 旨在加快区块链技术的采用 并使尼日利亚成为区块链行业的领先者 全球至少有46个国家已经启动 或正处于区块链技术相关的 规划阶段相关规划超过200项 在众多国家当中 无论是对区块链进行探索 还是技术证明阶段 又或是大规模应用 欧洲国家的步伐又更为迅速 好 无疑问在熊市当中 加密寒冬当中最难的一刻 就是加密采矿业 成了目前公认的最具抗风险的投资之一 这不由得使大多数的企业 在寒冬当中开始布局加密挖矿 招聘相关的技术人才 在所有人都拼命的抬高价格 或者是一筹莫展的时候 Foundry这家公司却另辟蹊径 开辟了一个新的路 来面对这一难题 我们一起来看 Foundry Digital是一家数字资产挖矿公司 拥有最大的比特币矿池 Foundry USA 近日宣布推出一项新的 比特币挖矿硬件培训计划 该培训课程将帮助专业人士和爱好者 学习如何设置矿机 以及识别和解决常见的硬件故障 以此为快速发展的采矿业 培养顶尖技术人员 据悉该培训计划包括由行业参与者 进行的面对面课程 将涵盖诸如设置专用集成电路矿机 比特币矿机的安装 维护和故障排除方面等主题 Foundry执行董事在谈到培训计划的启动时 称赞此次的培训课程 是快速获得宝贵技术技能的机会 同时还能向矿业市场输送人才 在如今行情变化剧烈的币圈当中 自己闷头走路肯定是不行的 也要学会看看市场当中的大牛大资本们 他们在做什么 跟着喝口汤也算是不错的 对吧 如今的加密挖矿行业在急速发展之下 导致人才的紧缺 种种的信号都在表明挖矿可行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跟着千万挣百万 跟着蜜蜂找花朵 跟着苍蝇找厕所 对吧 所以用挖来的币囤起来过冬 静待牛市的到来才是上策 好的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的内容 如果您觉得我们频道有价值 欢迎点赞转发 也欢迎成为我们的会员 让我们一起慢慢变有钱 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是一个特别的内容 我们币恋何在到现在为止已经三周年了 说起来会员朋友们也是跟着我们一起经历了 一轮一轮牛熊的交替 那么牛市一起笑 熊市一起扛 有你们的陪伴 我们会越来越好 我们下期视频就会让我们开往 开中娅 跟着单独一旦球 还是最好的 我们下期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就会让我们下期视频 咱们再欢迎来 i know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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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